好 那我们开始 上次呢 就八十随当中 这个八十随好的话呢 把它分成什么 就是八个十随好嘛 对不对 就是把它分为八组 每组呢 就是有十种的随好 那上次我们讲到了 就是第四个随 第四个什么呢 十随好 第四个十随好里面呢 就是已经讲到了第六 那今天就是从第七 第七个 就是第四个十随好当中的第七开始 那这个第四个十随好当中呢 就是第一的话就是其身上策立 就是如来的这个身 它极为结实 而不什么呢 就是软缩 这样的 那然后第二的话呢 关节展开 那第三的话呢 就是说 它的眼梦 就是清净五义 然后身远 身远 身远呢 这个身指的就是腰 腰部 就是佛陀的腰部 比较远整 第五的话呢 就是相称 这个相称的话呢 就是也就是指的是腰部啊 腰部就是比较舒展 均匀肩的 第六的话呢 就是无歪身 这个腰呢 就是长的什么 长短相称 没有就是这个 暴险 这样的 好 那第七 好 那第七 就是从第七开始啊 第七呢 就是平枕 我们看一下那个 济颂啊 无歪身平枕 其身其右选 为众所乐见 对 那这个平枕的话呢 就是也就是在说佛陀的这个腹部 就是腹部啊 腹部为什么会完全没有什么呢 凸凹的这样的 就是高低的 没有这样的 特别的这样的 平枕 为什么呢 因为它对众生啊 宣说无尽法 就是无尽法 就是无尽法的这个缘故 所以呢 极尾平整 它的腹部 好 那第八的话呢 啊 哦 第八的话呢 啊 第八的话呢 齐ăng 齐就是 呃 这个肚脐啊 ily 啊 啊 及身 啊 那这个肚脐的话呢 呃 它为什么 它的那个底比较深 就是跟凡夫完全不一样的 比较深妙 为什么呢 因为它通达了圣神法的缘故 就是它的这个肚脐的话呢 比较深妙 第九的话 就是说 脐又血 那这个肚脐的 这个蚊 这个蚊的话呢 就是蚊又血 这样的 那为什么佛陀会感到这样的果呢 因为就是令弟子受持与自相顺之教界 就是自己怎么教 就是自己啊 就是怎么去 修行 那也可以让弟子啊 就是跟自己相顺的那样的去做 去修行 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所以呢 就是 右选 因为右选的话呢 就是右选 右转呢 它就是一个顺 顺嘛 对不对啊 就是一个顺转 那然后 那然后第十的话呢 为众听乐见 为众听乐见 因为令诸眷属三枚行为 端言故 那自己的这个三枚的行为啊 它比较就是端言 那不仅如此呢 也可以让就是眷属 也就是说 所化 让他们的这个行为啊 就是啊 变得跟他相应的 就是跟他一样的 这样的什么呢 就是啊 端言 所以呢 他感到威仪 就是专言而门上 所见 所乐见 也就是说 眷属呢 看到他的这个三枚的举止的时候啊 就是会感到非常的悦意 感到非常的高兴见的 那由此呢 就是所化姬也跟着就是 他就是像他一样的学习 会安住于这样的三枚的这个 啊 妙善的行为 好呢 第五个就是 十随好 颂曰 行尽深 无勇 无珠 黑斑点 手软如 梦年 手闻 明生长 面门不太长 尘红 乳瓶颇 那舌柔 软微博 这个里面呢 就会提到了 就是第五个十秒项 就是十秒号 那首先第一的话呢 行尽 行尽啊 行 指的就是三枚的这个行 行为 那如来 为什么会感到三枚的行为 完全是清净呢 因为就是无垢之义 清净 因为他的这个无垢的这个义啊 是非常的清净的 所以呢 会感到就是三枚 因为义清净嘛 对不对啊 所以呢 就是其他的二枚呢 也就是随着会自然的清净 那身无有 然后呢 无珠黑斑点 身无有 有呢 应该指的就是智啊 我们一般人呢 身上会有那个智嘛 对不对啊 就是有智 身无有 那身上呢 不会有任何的这个黑智 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就是黑色的这个斑点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犹豫就是远离非时宣说调伏所画法 皮纳也 这个皮纳也呢 指的就是律葬的内容 就是律葬的内容 也就是说三界的这个内容啊 所以呢 他在就是以这个三界 比如说以别解脱界的 这样的一个内容去 开导这个所画机的时候呢 他不会在非时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时间里面调伏 跟他说这个什么皮纳也 对不对啊 比如说找一个机会 就是他成熟 有机会的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是啊 跟他说法 然后调伏他的内心 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 他的身上呢 不会出现任何的黑智 还有呢 黑斑 这样的不会的 那第三的话呢 手软如木棉 那手呢 就像什么 双手就像棉花一样的 这样的柔软 为什么呢 因为他宣说 就是令他种三美健康安乐之法 所以呢 他的双手也会变得什么呢 就是这样 柔软 那手为敏 手为敏的话呢 就是手 他的这个手文 手里面的这个文啊 他非常的光明 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他是以仁慈的心 平等的对待 就是看待一切 有情 所以如来呢 会感到手吻 光明 那然后第五的话呢 身 那这个手吻的话呢 他不仅是光明啊 那还比较身 那为什么呢 因为彻底的通达圣神之境界 圣神境界呢 觉得就是空性嘛 一切法的究竟的这个 究竟的实相 那第六的话呢 就是禅 那这个手吻的话呢 就是 仙禅 因为呢 就是 禅九的述数宣说 有利于众神宪法 还有呢 究竟之正法固感的如来 手吻 千禅 那然后第七的话呢 面门不太长 就是这个面啊 就是脸的话呢 它不会 太长 不会太长的 对不对啊 也不会太宽 为什么会长得这样呢 因为宣说 与所化根气相顺之界学故 佛陀呢 在说这个界学的时候啊 界学的内容的时候呢 就是 不管是这个界学啊 就是 佛陀呢 他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呢 都是依于什么 就是 所化的这个根气 所化的这个根气 而宣说佛法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因为他相顺于这个对方 所化嘛 所以他脸呢 就是长得也不长 也不 不太宽的 这样的 就是刚好 这样的一个 那然后第八的话呢 唇红如瓶泼 瓶泼 唇呢 就是嘴 就是嘴唇嘛 不是嘴啊 就是嘴唇 唇就是嘴唇 那嘴唇为什么会像苹果的那个红苹果的那个什么颜色一样 因为呢 通达就是气世间 还有呢 寝世间的一切世间 优如 吟像固 这个吟像呢 也就是说像吟像一样 没有任何的自信成立的这样的空性固 所以呢 如来的嘴唇 就是长得什么 像苹果一样的这样的红 那然后第九的话呢 就是舌柔软 不仅呢 就是嘴唇红 然后呢 舌头呢 也是相当的柔软 为什么会见呢 舌头为什么会变得那么柔软 比一般的人不一样的 对不对啊 一种不同的 因为他 在调伏众生啊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是以柔和的这样的一个言语来调伏对方 所以他的舌呢 就是长得什么 就是极其的柔软 所以呢 我们的舌头也长得怎么样 就要看 你就是 说话 说话的时候 就是怎么说 对不对 一出一个语言 什么呢 跟对方沟通 或者是聊天 这样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将来呢 就是来信我们的这个舌头呢 会长得 就是 比较粗糙 这样的 厚的 对不对啊 那第十的话呢 微薄 就是佛陀的这个舌头的话呢 就是 跟一般人不一样的 他就是比较薄 比较薄 比较薄 一般人的话 舌头是比较厚嘛 对不对啊 所以呢 因为就是什么呢 为众生宣说 众多的 因离 功德 故 就是具有理由的 这样的功德 功德 就是说 就是道功德 所以呢 他的舌头会长得 就是相当的这个 微薄 就是薄薄的 这样的啊 没有那么厚 好 那第六个十 随好 那首先第一的话呢 赤虹 这个也在讲 就是佛陀的这个舌头的颜色 舌头的颜色 它是怎么 长得怎么样呢 就是 红红的 为什么会见呢 因为宣说 难以 策略之法 来调服 贪欲我 于 我所 之 是 夫 故 这个我的话呢 就是 不特切罗 我所的话呢 不特切罗的 五蕴 就是我所 所以 不特切罗 就是对于啊 不特切罗 和 不特切罗的 五蕴 的这个 贪欲 对不对啊 贪欲 所以呢 佛陀呢 在调服 这些众生啊 对于我和我所的 这个贪欲的时候 它是以 难以策略的 这样的一种法 来去调服 那这个难以策略的话 不知道是什么 因为 没有讲得 清楚啊 那第二的话呢 发雷声 发雷声 那佛陀的这个声音呢 就像雷声一样 就是 哄念 为什么会见呢 因为呢 它内心啊 就是完全 不会存在 就是恐欢于什么呢 隐藏过错之所有的疑虑 还有呢 就是恐惧 这个要念什么 惧吗 还是什么 惧怕 嗯 对 惧怕 不过 惧 惧 惧怕 对 惧怕 对 惧怕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有些 我们一般人的话呢 就是怕自己的这个什么 缺点 就是被对方发现 因为自己呢 做错了事的话 就是我们 会怕对方发现 然后呢 心里面会有恐惧 恐慌 这样的 对不对 那佛陀呢 就是在 晚西啊 就是 行菩萨行的时候呢 他完全没有这样的 所以呢 成佛的时候 就感到什么 声音 就是用雷声一样的 红念 因为声音 红念嘛 红念呢 它代表的是什么 它 代表的 就是表示的是什么呢 没有什么 任何的恐惧 这样的一种 对不对啊 那第三的话呢 于美妙 于如来的这个 于阴阳啊 美妙 为什么 他 说话 会有件美妙呢 因为他 说柔和之爱与 就是对众生啊 说话的时候 非常的柔和 一件的一个 一件的一个 慈爱的心 就是 跟众生说话 所以呢 就他的这个什么 云音会变得就是美妙 那然后呢 牙齿 佛陀佛陀的牙齿啊 圆 方立 结白 平起 就是这样的 那然后呢 就是 间隙 间隙呢 就是从 牙的这个什么 底部 然后 一直到 牙尖呢 就是逐渐的 渐渐渐渐渐的 这样的 细 变得 渐细 对不对 就这样嘛 那第四呢 牙远 那为什么 佛陀的牙呢 就是长得那么圆圆 圆整的呢 由于就是 解出了什么呢 爱 会 慢 无敏 剑 这个剑就是 邪剑吧 还有 以 渠 济 兼 之久 结固 就是解 他解出了 这样的九种的 就是 烦恼 解 对不对啊 所以呢 如来的牙齿 它长得这么的 圆整 然后呢 就是 锋利 为什么会长得锋利呢 因为调腹 难以调腹之 就是最调 最难以调腹的是什么 就是那个 反导嘛 对不对啊 那 就是说 佛陀呢 他 有能力啊 就是 难以调腹 众心的 众生相续当中的 这个反导 他也可以什么呢 能够完全的调腹 所以呢 就是 他的牙齿呢 就长得 非常的锋利 那第六的话呢 就是解摆 牙齿啊 解摆 因为以白法 降腹诸 反导 那他呢 那他呢 就是在 调腹 就是锋化相续当中的 反导的时候 以白法 建立一种 宣说白法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 降服对方的反导 所以他的牙齿呢 就长得 这样的结白 然后第七的话呢 不仅是白 然后呢 就是平息 因为安卓诸 通达 生死念盘平等 生死念盘平等呢 其实他指的就是 通达 生死 通达什么呢 生死念盘 无地实成立的 就是建立一个智慧 意思就是说 佛陀呢 他已经通达了 彻底的通达了 生死 还有念盘 这两者 就是什么呢 无有什么自信成立 建立一个平等 如果这两者的话呢 有自信成立的话呢 都必须是自信成立 没有的话 就是恋者都没有 就是这样的一种 通达了这个道理啊 所以呢 他的牙齿就长得 非常的平静 长短 就是完全是一样的 第八的话呢 间隙 因为以次第建说 三圣现观固 现观呢 就是道 跟道是同意的 你们学过那个什么 地道的话 就是现观 地道 不是现观 还有呢 地 还有道 这些都是同意的 所以呢 那佛陀呢 就是在 说法的时候呢 他是有一个次第 对不对啊 以次第的方式来 就是引导 什么呢 引导 这个锁画 安住于这个现观 所以呢 他的牙齿啊 就长得什么呢 就是间隙 就是从牙底 还有呢 到肩 就是 就是 间隙 间的细 对不对啊 牙底的话呢 比较粗 粗就是粗嘛 然后呢 肩肩肩肩的 就是肩的 牙肩的话呢 就是比较细 就是肩的 然后呢 比高修 比紫 就是比较高 比相比较高 为什么呢 因为安住于 方便所 持 圣会 故 因为他 就是 安住于什么呢 方便 所 受持的 这样的一个 原空性的 智慧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他内心的 这个什么 通达空性的 这个智慧 是被 菩提心 和悲心 就是 受持的 那我们换句话 来说的话 他是安住于什么呢 就是 以菩提心 和大悲心 所 受持的 原空性的 智慧 所以呢 他的鼻子 就是 鼻相 长得比较高 就是这样的 然后 第十的话呢 清净罪 第一 清净 这个清净的话呢 就是 鼻 鼻子呢 一般人的话 鼻子里面呢 会有这个什么 鼻梯 对不对啊 就是梯垢嘛 那佛陀呢 是完全不会有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具足 众生信仰 进行圆满过 感德如来 鼻 鼻 提构 等 那最为清净 看成第一 然后第七的话呢 第七个十岁好 颜广 颜洁密 优如莲花叶 门修 产细软 润泽 某其枕 手掌 瞒 瞒而起 耳伦 五过失 首先的话呢 就是眼睛 佛陀的眼睛啊 眼睛呢 就像梁花瓣一样 就是 宽广 因为呢 宣说大神广大的法 所以 佛陀的双目啊 它长得就像 清凉花一样 清凉花的花瓣一样 就是长得宽广 那然后呢 洁密 言洁密 言解厚密 而美妙 令人心悦 为什么会长得这样呢 因为旧度 众多的友情 生死轮回 众多的友情啊 从生死轮回当中 就是旧度的缘故 那然后呢 缘故呢 如莲 它的这个什么 感得的 就是 一手果 这个眼睛一手果 就是眼截 眼截呢 就是 厚密 眼截的话呢 就是眼睛两边的那个 毛 对不对啊 眼睛两边的那个毛 长得密 厚密 美妙 那 呃 呃 他中看到的时候呢 会感到什么 心悦 就是 那然后第三的话呢 优如莲花叶 那 眼目啊 眼目呢 呃 又像莲花 叶一样 清白 分明 圆满 就是这样的 那因为呢 呃 能以眼梦 令具 美妙的眼睛的 具有啊 因为呢 佛陀的这个眼睛啊 就是他的这个双眼的话呢 他可以令人啊 就是啊 呃 具有 美丽的这样的眼睛的 人 还有天人 还有 非天 还有呢 就是具有美妙的 这样美丽的这样的眼睛的少女 等等这些众生 看到佛陀的时候 眼睛的时候 他们会不断的会什么呢 就是 呃 欢喜 呃 赞叹 对不对 意思 说明的是什么呢 这些眼睛 长得非常漂亮的 这些啊 人和天 人非天 少女 这些看到佛陀的眼睛的时候呢 他们就是 非常的欢喜赞叹 说明什么 就是 长得非常 虽然他们的眼睛 也长得很好嘛 对不对 很漂亮啊 但是呢 看到佛陀的时候 比他们还要什么呢 漂亮 美妙间的 所以佛陀的眼睛的话呢 呃 就是 可以令对方这些人呢 呃 什么 让他们 就是 欢喜 赞叹 自己的这个眼睛 所以佛陀的眼睛呢 就是 长得什么 呃 清白 飞米 就是 清白 飞米啊 青色和白色 都是飞米 飞开的 然后圆满 就像梁花叶一样 那然后 第四的话呢 呃 梅修场 梅修场 就是 双梅 双梅场 为什么呢 因为 呃 禅食 回顾一切 有情 一切 有情 终生 就是 回顾一切 有情啊 在这个 轮魂当中啊 就是 曾经经历过的 这个 生老病死的 这样 然后呢 他呢 就是 呃 观 就是 观照 未来 这些 众生 他会怎么办 怎么办 对不对啊 就是建立一个 心怀 建立一种 呃 就是 感情啊 所以呢 感得如来的 这个 双梅 比较长 然后第五的话呢 细软 不仅是 呃 眉毛 这个什么呢 长 还要 气软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在调腹 重生的时候 非以 五活 非以 五活 至 至生 至生呢 等于 难行 因为啊 就是 外道者的话呢 他们认为的话呢 就是 呃 就是这个 呃 五个手指上呢 点火 然后呢 呃 就是以这样的一个 难行的方 修行的方式 那他们认为呢 这这就是一个 解脱道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 调腹自己的 这个心相续啊 然后呢 他们认为就是可以 断掉这个烦恼 那 那佛陀呢 呃 在 什么呢 调腹 众生的时候啊 调腹 众生的时候 他不会以这样的一个 难行的这样的方式来去调腹 他呢 会有什么 上窍 就是和暖 就是和暖 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去什么 就是也就是说 呃 相顺于啊 这个什么 呃 对方的根气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 调腹这个对方 所以呢 他的这个什么 呃 就是 眉 眉毛呢 会长得就是细软 然后第六的话呢 呃 润 则 为什么会长得 呃 润 则 就是滋润啊 为什么呢 这样呢 因为以善法滋润 成熟心相续 这个成熟啊 成熟 应该不是成熟 因为呢 呃 佛陀呢 以善法 诶 是啊 因为佛陀呢 以善法滋润 自己的心相续的缘故 所以呢 他的这个眉毛呢 也长得滋润 因为心 他滋润嘛 对不对啊 那然后眉毛也会长得滋润 就是这样的 那然后第七的话呢 毛 起疹 不仅是滋润 然后呢 起疹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就是尝试将诸防导 边界 为过患 过 就是一般的 有情的话呢 把这个防导呢 会 呃 当做 什么 也就是说 我们一般人的话呢 不会呃 就是认为 烦恼是 这个轮回的过患 对不对啊 轮回的这个什么 就是所有的 什么呢 那过患的这个来源 但是佛陀的话呢 他时常呢 任何的一个烦恼 都会视为轮回的过患 所以呢 他的眉毛呢 就是长得什么 长短 长整齐 短短 起疹啊 没有一个是 有一些呢 毛长得长 有一些是短的 没有这样的 都是一样的 就是 应该是这样吧 起疹 那然后的话呢 起疹 起疹 应该是这个 然后第一半呢 就是手长嘛 不仅是长 还有呢 就是圆嘛 圆整的这样的 不像我们一般人呀 就是因为呢 以遮浅 极端 害云 友情 这反倒相故 那感得如来 手长 并且呢 就是圆满 圆满的话呢 就是手掌里面啊 手掌呢 不会有 那个凹陷的 这样的 那就是满满的 就是跟友情 完全不一样 那第九的话呢 而且 因为战胜了 难以战胜 胜负之什么 贪爱等 那感得如来 脸之耳朵呢 长短相起 那第十的话呢 就是啊 耳伦 无过失 耳伦 就是耳根呀 没有过失 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这个听觉 永远不会 就是 永远不会 衰退 听什么声音啊 他都听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为什么会感得这样的果呢 就是因为 令诸所化之相续中 上根不衰坏骨 因为佛陀呢 他可以让 所化之的相续当中的 就是上根不衰退 不坏 有这样的一个方式 他有能力做得到 对不对啊 所以呢 他的这个耳根的话呢 就是 耳根呀 就是听任何的声音的话呢 他不会听错 那然后第八的话呢 就是 第八个十随好 诵约 隔部善分掌 开管顶周远 法 干清如风 周密 软不乱 不色 出妙音 能夺众生意 这个意呢 就是夺意 夺意啊 就是看到 活生的时候呢 非常相当的 就是 相当的 乐意 会生起乐意 就是这样嘛 那德文 像吉祥 是为佛 随好 那第一的话呢 就是说 俄部 善分掌 为什么佛陀的这个俄部 善分掌 就是俄部 和这个法 就是法祭 这个中间呢 就是 非常的分明 为什么会见呢 因为内心 不会被什么 恶见所转变 扰乱 对不对啊 所以呢 他的俄部呢 俄部 还有呢 就是法 这连者的这个之间 非常的分明 那第二的话呢 开广 开广就是俄部呢 比较宽广的意思啊 为什么会感到这样的一手骨呢 由于摧坏一切 写说 写说故 那感得如来俄部 开展广大 第三的话呢 顶周远 顶周远 顶部就是周远 周远的意思呢 就是圆 就是圆形 就像 就像什么呢 就是 散盖一样 就是建立一个周远啊 为什么会感到这样的一手骨呢 因为就是 利他而 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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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利益 利益 有情呢 他的这个愿 已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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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愿 愿 所以呢 感得如来的顶部 愿 如散盖 第四的话呢 发 干清如风 由于色等法 断除一切贪爱故 就是啊 对于色 身相畏处 等等 外在的法 还有内在的心 心所等等 一切法的这个贪爱 完全断除的缘故呢 就是如来的这个头发 就像 干清 干清呢 好像是一个宝石啊 那这个宝石呢 他的颜色呢 就是 黑里透空 或者是 黑里透清 就是这样的一种宝石啊 所以呢 干清如风 就是密封一样 密封的这个 颜色一样 那然后第五的话呢 周密 周密呢 头发 就是斩的周密 那因为断尽 见修所断故 因为他已经断尽了 见所断 和修所断 对不对啊 包括呢 这些的 就是 连种障 连种什么呢 障碍的这个什么 喜气 种子啊 所以呢 佛陀的这个什么 头发会长得周密 然后第六呢 不仅是周密 然后呢 就是柔软 不像一般人一样的 这样的法 比较粗糙 这样的 因为呢 以无有编制之柔软 柔核心 通达 就是圣教的精髓 圣教的精髓是什么呢 圣教的精髓 就是空性 意思就是说 就是啊 就是无有编制 这个编制呢 有连种吗 编呢 就是有缠编 断编啊 无有编制的意思呢 无有编制啊 其实呢 他主的就是中观 对不对啊 就是以理解一个中观的 这样的柔核心 来通达 什么呢 圣教的精髓 就是一切法 啊 皆无自行 全力 建立一个道理啊 所以呢 感觉如来的头发柔软 那然后第一次的话呢 头发啊 就是 不散乱 不乱 不乱 那然后呢 互相也不会 粘贴 不会的 因为那些呢 不会被烦恼 所扰乱 所以头发呢 就装得不乱 不粘 就是这样的 那然后第八的话呢 不色出妙音 不色出妙音 这个妙音呢 不知道是要怎么解释啊 因为时常不说出恶于故 那感觉如来的头发不操 就是不出色 不出色 那然后第九的话呢 能夺众生意 能夺众生意啊 那头发它能夺 为什么会能夺众生意呢 众生的意呢 能夺意啊 因为佛陀的这个头发的话呢 它就是长出来 就是头发呢 头发上会有什么 会有这个妙香 可以闻得到的 就是妙香 对不对 这个味道 相当的这个什么呢 香的这个味道 那然后呢 就是因为这个味道 那有情众生的话呢 它会什么 生其独意 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佛陀呢 在行菩萨行的时候 在三宝的跟前呢 就是散步妙花固 也就是说 供养各种各样的 就是花 就是花 它的头发呢 会发出 这样的什么呢 就是散出这样的妙香 那由此呢 那由此呢 让众生就是躲意 那第十的话呢 就是德吻相吉祥 德吻相吉祥 那德吻相吉祥 这个是在佛陀的这个手指啊 还有呢 脚 还有呢 就是他的大拇指 这些上面呢 就是都会有一些什么 德吻相吉祥 德吻相 优如金刚 就是金刚是怎么讲 一般呢 这个金刚相 有一种金刚相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金刚相 看一下金刚相 金刚相 嗯 没有办法复制啊 一般呢 我们在闭关的时候啊 闭关的时候 嗯 就是那个持久的那个 就是坐的那个坐点 垫的这个下面呢 会画一个那个金刚相 金刚相 金刚相的话 等一下啊 嗯 看一下聊天室啊 金刚相 它长的是 它长这样的啊 有收到吗 嗯 这就是金刚相 应该是啊 应该是这个 嗯 就是这个像 就是这个像 那然后呢 守祖 守祖 然后 长 中的话呢 四方吉祥尾 吉祥尾啊 当然就是八吉祥的那个 就是八吉祥的那个 尾音 就是长这么样子啊 这个就是金刚尾 金刚相 金刚相 得尾 它也是一种得尾啊 那 这个得尾的话呢 金刚尾 金刚相 它是代表的是什么 啊 啊 坚固 不动摇 所以呢 一般在闭关的时候啊 修本性闭关的时候 那 就是那个 电子 自己打坐的那个 电子的下面呢 最下面 我们一般都会就是画一个 啊 那个 这样的一个 图 就是金刚 金刚相 那 它的缘起呢 意思就是说 啊 在闭关的这个 啊 过程中呢 就是说 能够坚固 不动摇 对不对啊 那 然后 其 外 其 外呢 就是手 足 掌 还有呢 拇指 它们的这个 边缘呢 有七维 右轮 而上 专掩 就是 右选的 这样的 手 为 对不对啊 这个就叫做什么 德为相 吉祥 德 金刚德 为 手为 德为相 德相 为相 吉祥相 好 六点钟 那 以上就是什么 八十种 随好 所以呢 报声 算是已经讲完了 报声呢 呃 它主要就是 具足什么 具足 三十二项 还有呢 八十随好的 建立一个色声 就叫做什么 报声 所以呢 主要是要讲什么 就是 三十二项 和八十随好 就是这样 那下一堂课呢 我们 啊 就 进入了这个 要讲 化身 就是 第四 就是化身 有问题啊 看看有什么问题啊 看看有什么问题啊 好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下课啊 请大家 嗯 到此地 七月面还有回向